田来运是个商人 商人看到更多的 永远都是商机 所以 今天从田来运前来敬酒的那一刻 陈东就已经猜出 对方的来意 肯定是没有那么简单 果然 田来运笑了笑 随即说道 陈老弟果然是目光如炬啊 一下子就被陈总给猜出来了 哈哈哈哈 陈东轻笑一声 接着说道 那就让我继续猜一下 田总此次找我 该不会是想要让我们黄金炸 在田总旗下的那些商超里 布局一些门店吧 听到这话 田来运整个人顿时震撼不已 忍不住地竖起了大拇指 惊叹道 神了 陈老弟真是神了呀 听到陈东的解释 田来运顿时惊为天人 没错 正是如此 正是如此啊 一旁的梁天佑 袁清明他们 同样也都是金的目瞪口呆 他们这位陈总 不仅实力强悍 手段伶俐 而且连对商业环境的判断 都是如此过人 真正的奇才呀 这简直是太顺利了 让田来运也是很没想到 大恩不言谢呀 陈老弟 陈老弟 什么都不说了 我敬陈老弟一辈 来 干杯 干杯 随后 陈东与田来运辩 对引起来 一旁的梁天佑 袁清明他们 却是有些不太理解 诚然 商超与快餐这两者 确实是绝配 也的确能够起到相辅相成的作用 不过 那是在实力相当的基础上 说白了就是 原本去逛商场的人 顺道去吃了快餐 又或者是原本是奔着快餐而去的人 顺便去逛了趟商超 互相可以增加人流量 带动各自的消费 可黄金炸却完全不同 如今的黄金炸 在人流量上 完全是处于碾压的地步 说白了 如今的黄金炸 是根本就不需要商超 来增加人流量的 它本身就是自带流量的 即便是入住商超 对于黄金炸客流量的增加 也是起不到太大的作用 相反 也只是会让那些商超 蹭了黄金炸的热度而已 所以 对于黄金炸来说 这并不是一个太划算的买卖 在梁天佑他们看来 以陈东的商业头脑 是不可能看不出这一点的 他们只是不明白 既然能够看出这一点 陈东为什么还要干这种不划算的买卖 事实上 梁天佑他们的猜测完全正确 陈东的确是已经看出了这一点 而他之所以还要与田来运合作 完全是为了拉田来运一把而已 之前 陈东刚刚起步的时候 他的食品厂还有服装厂 都是靠着田来运的帮助 才能够赚到了第一桶金 后来 田来运也在各种场合 都给了陈东不少的帮助与支持 陈东对于田来运的人品 还是十分认可的 如今 黄金炸爆火 既然能够给田来运带来一些好处 陈东自然也不介意回馈给他一些 人情 不就是这样为戏的吗 事实上 田来运又何尝不明白陈东的用意 所以他刚才才说出 大恩不言谢那句话来 实在是来运集团旗下的那些商超 最近随着那些外地势力的进入淮城 生意已经大不如前 而与黄金炸的这一次合作 绝对能够给来运集团的那些商超 带来一大批克流量 等于是 给陷入困局的来运集团 打了一针强心计 田来运自然是心生感激 几杯白酒下肚 田来运已经醉了七八分 他随后朝着手下的经理摆了摆手 那经理会议 立刻把早已准备好的手提袋递了过来 陈老弟 这是我给你准备的 小小薄理 不成敬意 你可一定要收下呀 看着眼前的手提袋 陈东不禁有些哭笑不得 先是梁天佑 现在又是田来运 一个两个的 怎么都给自己送起礼物来了 连袋子都差不多 该不会商量好的吧 这是 既然是田来运的一番好意 陈东也就没有拒绝 收下之后便跟梁天佑送的礼物放到了一起 礼物也送到了 黄金炸的金银权也拿到了 田来运也是心情大好 不仅接下来又拉着陈东跟梁天佑他们喝了好几杯 最后甚至还干脆直接免掉了这一单宴席的单子 弄到最后 田来运跟梁天佑元气民他们那群人 也算是打成了一片 不仅被邀请加入了富州商会 甚至还成为了淮城这边的负责人 不得不说 这就是人情世故 但凡是能够在商场上打拼出一番天地的人 都会告诉你同一个道理 那就是 多个朋友多条路 谁的路多谁先赴 宴席结束 已经是晚上11点多 等陈东回到青山村的时候 已经是大半夜了 陈东并没有回家 而是直接在自己的鱼塘小屋里睡了下来 第二天早上 陈东还在睡梦中的时候 电话却是忽然响了起来 陈东迷迷糊糊地看了一眼 竟然是罗满江打来的 想都没想 就直接按下了接听键 喂 东哥 没想到你这么早就醒了呀 电话那头传来罗满江乐呵呵的声音 陈东顿时一阵无语 没好气地说道 是啊 你要是半夜给老子打电话 老子还能醒得更早一点 你信不 哈哈哈哈 罗满江不由得尴尬一笑 行了 到底有没有事啊 没事 我就先挂了 陈东没好气地说道 有事 而且还是很正经的事啊 罗满江赶忙说道 我现在马上就到您家了 要不咱们还是见面聊吧 到家了 陈东略感意外 随即说道 行吧 那你直接到鱼塘这边来吧 我在这睡呢 几分钟后 随着一阵汽车引擎的声音响起 罗满江开着他的路虎车 便来到了鱼塘小屋 说吧 什么事啊 还值得让你亲自跑来一趟啊 陈东好奇地问道 谁知道 话音刚落 罗满江顿时就哭丧着脸说道 东哥 是我那回杨丹的生意 眼看就要不行了呀 回杨丹 陈东愣了下 随即半开玩笑地说道 咋的 全怀城的阳尾患者 都让你给治好了 没病人了呗 罗满江却是显然没心情跟陈东开玩笑 又哭丧着脸说道 不是啊 东哥 这次不是那些阳尾患者不行 是我回杨丹的生意不行了呀 我回杨丹的生意 被人抢了呀 什么 这一下 陈东彻底意外了 要知道 那回杨丹的配方 可是陈东亲自研制的 陈东随即赶忙说道 仔细说说 到底是怎么回事 罗满江随叹了口 无奈地说道 东哥你有所不知 咱们怀城最近这段时间 出了一个很厉害的人物 号称药王 这个药王已经出道 就接连拿出了好几个厉害的丹方 可以针对各个方面的疾病 而这些丹方之中 就属一个名叫撞气丹的东西 最为火爆 撞气丹 陈东皱眉 这个名字 他之前可是从来没听说过 罗满江点了点头 接着说道 没错 这个撞气丹 撞痒就只是他很小一部分的能力 他主要的作用 就是滋养体魄 提振精气 据说 那些长期服用撞气丹的人 不仅精神身体 都比之前强了不少 而且看上去 都要比之前年轻了不少 真的可以说是 灵丹妙药啊 听到罗满江这样一说 陈东也是忍不住地惊叹起来 这么厉害 说实话 这撞气丹的药效 要是真如罗满江说的这般神奇的话 那的确是足够厉害了 罗满江一拍大腿 激动地说道 何止啊 就那撞气丹我也吃过 那撞羊的威力真叫一个简直了 东哥 就咱们那回羊丹 我吃了之后 那叫主拐杖 已经很强了 可人家那撞气丹吃了之后 就不仅仅只是主拐杖的问题了 那主的简直就是一个太空电梯啊 听到罗满江的这番比喻 陈东顿时一阵无语 你咋不上天呢 不瞒东哥 我这都好几天没有开张了呀 照这情况下去 用不了多久 我就彻底干不下去了呀 罗满江一脸沮丧 摆明了是故意卖惨 东哥 这次你可一定要帮帮我呀 你总不会眼睁睁看着我去住桥洞吧 呜呜呜 罗满江越装越起劲 竟然还真挤出了几滴眼泪 陈东顿时一阵无语 苦笑道 行了 别演了 不看僧面看佛面 那回羊丹 好歹也是我的心血 我就算是不管你 也肯定不会 看着回羊丹 无人问劲不管的 听到这话 罗满江顿时一阵欣喜 真的吗 那可真是太好了 在罗满江看来 只要陈东肯出手帮忙 那他这问题 就等于是彻底解决了 这时 陈东又忽然想到了什么 安排道 这样 你回去之后 去给我找一颗撞气丹过来 罗满江满口答应道 东哥放心 虽然那撞气丹 一颗要三百万 不过为了让东哥百战百胜 我舍得下这个血本 三百万 这么贵 这金额连陈东都给吓了一跳 他的回羊丹 哪怕是被罗满江 故意抬价的基础上 也才只是 卖了一百万一颗而已 罗满江说着 转身就要离开 可就在这时 罗满江的目光 却是忽然落在了 陈东的床头 那床头枝上放着的 正是昨天晚上 梁天佑跟田来运他们送的礼物 陈东昨晚带回来之后 随手就给扔在这里了 只是当罗满江看到那两份礼物之后 脸上却顿时露出了一副极为震惊的表情 这 这是 哦 这是朋友送的礼物 怎么 你喜欢啊 陈东随口说道 不是啊 罗满江咽了口唾沫 急切地说道 这就是壮气丹啊 壮气丹 这一次 闻到陈东惊讶了 你怎么知道 事实上 连陈东自己都不知道 梁天佑跟田来运他们送给自己的礼物是什么 因为从史之中 陈东都还没来得及猜开过 结果罗满江只看了一眼 就知道里面是壮气丹 这还真是见了鬼了 罗满江却是信心满满地说道 肯定错不了 这就是壮气丹的包装盒呀 而且还是至尊礼盒装的 东哥你要是不信 我现在就可以给你拆开瞧瞧 拆 陈东十分干脆地说道 有陈东的命令在 罗满江再也没有任何犹豫 三下午除二 就把两份礼盒全部打开 果不其然 里面展露出来的 正是一颗颗包装精美的丹药 每一盒里面都是有足足十颗之多 看着眼前这些丹药 罗满江也是不由地惊叹道 现在这壮气丹的市场价是三百万一颗 黑市场甚至已经被炒到了五百万一颗 就光这一盒 那就是好几千万 东哥 你这朋友还真是舍得下血本啊 看到眼前这一幕 罗满江顿时一阵心疼 这包装盒上写得很清楚 这壮气丹是要一整颗吞服下去的 只有这样才能够将壮气丹的药效彻底的激发出来 陈东现在直接把壮气丹碾碎 那这丹药的药效就等于是彻底废了 这也太浪费了呀 此刻 在陈东鼻息的探查之下 那壮气丹中所有的成分 全都无所遁形 一一地被陈东给识别了出来 不得不说 这壮气丹中的成分还是比较讲究的 看得出来 研制出这壮气丹的人 肯定也不是一般人 必然是对于药里有着极高造诣的高人 片刻之后 陈东的脸色却是陡然大变 这是 试圆草 陈东不由地惊呼出声 试圆草 这是什么东西啊 罗满江不解地问 陈东脸色阴沉地道 试圆草是一种能够调用人体元气的药草 更确切地说 应该算是一种腰草 这东西实用之后 虽然能够让人精力充沛 斗志昂扬 可却是以透支人体体内元气为代价的 若是长期实用 不仅会对人体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 甚至还可能会 置人于死地 什么 这么吓人啊 罗满江吓得脸色大变 陈东点头 这是圆草 本身就是以透支元气为代价 说白了 就跟肾上腺素药剂差不多 只能是在人冰死的时候 拿来作为抢救药物用的 平日里日常服用的话 肯定是会对身体很不好的 听了陈东的解释 罗满江恍然大悟 原来如此 真是没想到 这个什么撞气丹表面看上去效果那么好 结果却是一个害人的玩意儿 那些奸商 简直是太可恶了 陈东也觉得 把撞气丹这种东西拿出来售卖的人 也的确是够损的 因为既然对方是精通药理的高人 就肯定不会不知道 是圆草对于人体的危害 可对方却仍旧要把是圆草 添加到撞气丹里面 而且还是作为最为主要的军药来用 这只能说明 对方就是故意的 为了赚钱 不惜以牺牲患者的健康为代价 这些人 是真的狼心狗肺啊 不过相比起这些 陈东更关心的 却还是那个研制出撞气丹的所谓的药网 据陈东了解 这是圆草 本身就是一种十分罕见的药草 只在那些古老医书中出现过 现代社会 基本上可以说是已经绝迹了 没想到 如今竟然还会出现 至于这撞气丹的成分搭配方式 更不是普通的药师 所能够办得到的 陈东真是很好奇 那位所谓的药师 究竟是何方神圣 竟然能有如此能力 这时 正在咒骂奸伤的罗满江 却是又忽然想到了什么一般 脸色一阵煞白 惊呼道 不好 东哥 我之前可是已经吃过撞气丹的呀 我的身体 该不会出什么问题吧 我会不会死啊 陈东顿时一阵无语 你这个时候想起来了 自己会死了 你当初不吃自己的回洋丹 而去吃别人丹药的时候 你咋没想到呢 罗满江一阵尴尬 挠了挠头 山笑道 我这不是想体验体验 坐太空电梯是啥感觉吗 陈东轻笑一声 那你到底坐了几回电梯呀 这个 罗满江顿了顿 吞吞吐吐地道 不多 也就是两三回 三四回 五六回吧 好吧 我承认了 我一共吃了八颗 听到罗满江的回答 陈东一阵愕然 八颗 那可就是两千多万啊 行啊 小罗 你对你小兄弟挺好啊 这么舍得下血本 罗满江尴尬的 恨不得也找个地方钻进去 不过还是硬的头皮说道 东哥 之前都是我被猪油蒙了心 您放心 以后我谁家的药都不吃了 就只吃咱自己家的 不过我就是想问问 我吃了那么多壮气丹 到底有没有问题呀 陈东也懒得废话 直接为罗满江进行诊脉 片刻之后 陈东终于有了结果 淡淡说道 放心吧 问题不大 真的吗 罗满江惊喜万分 那可真是太好了 原本 罗满江还在感到庆幸 只是 他这一句话还没说完 去听陈东又接着说道 也就少了两年的寿命而已 什么 罗满江顿时脸色大变 惊得眼珠子都快掉下来了 不是 东哥 你刚才不是还说问题不大的吗 是啊 陈东点了点头 一脸认真的说道 你现在就只是少了两年寿命而已 并没有什么生命危险 问题确实不大呀 罗满江心态简直都要崩了 那可是两年的寿命啊 在自家东哥嘴里竟然说得这么轻描淡写 感情 自己的命这么不值钱啊 不是啊 东哥 我还想多活两年呢 不想那么早就挂掉啊 东哥 你艺术这么高 肯定有办法帮我补回来的对吧 你可一定要帮帮我呀 东哥 罗满江为了能保住自己的两年寿命 拼命地哀求道 就差没给陈东跪下了 陈东叹了口气 故作高深地道 这个办法嘛 也不是没有 就是需要吃点苦 不知道你扛不扛得住啊 一听说有办法能救自己 罗满江顿时欣喜万分 想都没想 就连连点头 抱 扛得住 我肯定扛得住啊 东哥 你不知道 我这个人没别的本事 就是能吃苦啊 东哥 你有什么招 就尽管使在我身上好了 只要能帮我追回那两年的寿命 让我干什么都可以啊 陈东点了点头 无奈地说道 行吧 既然你这么真心实意的 那我就帮你这一次好了 随后 陈东便拿出纸笔 写下了一个单方 递到了罗满江的手上 你照着这个方子去抓药 每天早晚个衣服 连续吃半年 你的身体应该就能恢复如初了 就这么简单 罗满江有些不敢相信 陈东轻笑一声 办法是很简单 不过 却是有一个条件 哦 什么条件 罗满江盲问 陈东笑了笑 然后有意味地说道 吃药期间 要杜绝女色 否则就会前功尽弃 前期吃过的药 就算是白吃了 听到这个条件 罗满江整个人 顿时就僵硬在了原地 东哥 您看还有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呀 我这实在是 看到罗满江这副没出息的样子 陈东气急返效 别的办法 有啊 还真有啊 罗满江有些不可置信 是啊 陈东点头 一本正经地说道 这个办法就是 我现在就宰了你 你就等于是意外死亡了 这样一来 你之前别说是少了两年寿命 就算是少了十年寿命 跟你也没什么关系了 反正你也活不到那时候 简单 高笑 最关键的是 你到了下面 还不用杜绝女色了 你看这个办法可还好啊 罗满江就算是再傻 此刻也已经听出来了 自家东哥 这是已经生气了呀 罗满江也还算够机灵 赶忙说道 我明白了 东哥 不就是半年不济女色吗 我肯定能办得到 您就放心好了 这句话 罗满江几乎是咬着牙说出来的 自从之前被陈东用回扬单 治好了身体之后 罗满江最大的爱好 那就是女人 对于罗满江来说 女人就跟饭一样 那是一顿不吃饿的慌啊 现在 陈东却要让他半年不吃饭 这等于是要了他的老命啊 事实上 吃药期间杜绝女色这个要求 是陈东故意给罗满江加上的 能杜绝最好 不杜绝 也没关系 陈东刚才给他诊脉的时候 就发现罗满江已经出现了肾虚的情况 身体已经大不如前了 若是再这样下去 虽然不会死 也不会折寿 可对身体 却也肯定是有害无益的 所以 陈东才会想到 用这种方式 让罗满江休养一段时间 这样不仅对罗满江的身体有好处 而且还能锻炼罗满江的自控能力 不得不说 为了罗满江 陈东也算是操碎了心 随后 罗满江又想到了什么 问道 不过东哥 眼下最关键的 还是这个壮气丹啊 这壮气丹 不仅影响了咱们回洋丹的生意 而且最关键的是 他们还家是原草 害人不浅 要我看 咱们可一定不能做事不管啊 陈东点了点头 没错 确实要管 不过你打算要怎么管 这还不简单 罗满江想都没想 就直接说道 要么我直接去卫生局投诉他们 告他们卖毒药害人 或者 干脆我直接带人过去 把他们老挝给抄了 把他们狠狠地教训一顿 把那些卖药的赶出淮城 反正 不管是来文的 还是来武的 咱都能玩死他们 罗满江一副信心满满的样子 丝毫不把这些对手放在眼里 陈东听罢 却是摇了摇头 靠这些办法 想玩死他们 估计够呛 罗满江恶然 怎么说 陈东随即说道 首先 卫生局的那些人 对于是原草根本就不了解 也根本提取 不出壮气单中的毒性 在他们眼中 壮气单也就只是保健品而已 拿出来售卖 并没有什么不妥 而且 壮气单的售卖 跟咱们的回洋单一样 都是属于私下交易 只要不闹出大问题 人家卫生局根本就不会过问 此刻算是彻底压火了 他之前就只是把对方当成了是普通的要饭子来对待 此刻听到陈东这样一分析 他才赫然明白 那些贩卖壮气单的对手 人比他想象的要难对付得多 陈东淡淡说道 那些人谋财害令 祸害无辜 肯定是要动的 只不过 陈东看向罗满江 转而问道 你真的知道 抢走了自己生意的 是什么人吗 啊 这个 罗满江一时答不上来 的确 他之前也就只知道 是那些卖壮气单的人 抢了自己的生意 可对方到底是什么来头 是些什么人 他还真的是 没有仔细调查过 陈东从罗满江的反应 就已经看出了答案 随即说道 这样吧 这几天 你先去把壮气单背后的人 给我查清楚 我要知道 到底是什么人在卖这些东西 最重要的是 我要知道 这个壮气单 到底是什么人研制的 明白了吗 罗满江赶忙答应下来 我明白了 东哥 你放心 我一定尽快查清楚 很快就给你答复 陈东点了点头 又安排到 不过眼下 还有一件更急的事情 需要你去做 什么事 罗满江好奇地问 陈东随即说道 你回去之后 可就让人把壮气单 害人的消息 给我散布出去 我要让所有买家都知道 他们的单药吃不得 听到这话 罗满江顿时眼前一亮 激动地道 对呀 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只要把他们名声搞臭 就没人会买他们的壮气单 这样一来 那些顾客就只能跑过来 买咱们的回洋单了 东哥 你这一招 可真是够狠的呀 佩服 佩服啊 听到这话 陈东差点没当场气死 陈东气得大骂 老子是怕那些人 再继续吃下去 会跟你一样 寿命不保啊 罗满江却是摆了摆手 一副很是上道的样子 笑着说道 都一样都一样 咱们做事都要讲究个 光明磊落啥的 我都懂 哈哈哈哈 陈东也懒得 在跟罗满江浪费口舌 随即便让他赶紧滚了蛋 等罗满江走后 陈东目光落在那两盒壮气单上的时候 却是有些泛起了难 梁天佑跟田来运两个人 同时送了壮气单给他 这基本上能够说明 这两个人私底下极有可能也是在服用这种弹药的 不只是他们很有可能连富州商会的那些人 同样也都有服用这种弹药 按道理来说 陈东肯定应该第一时间就把壮气单对身体有害的消息告诉他们的 可如此一来 不免会有些折了他们的面子 可若是不说 那岂不是还有可能让他们的身体继续受到伤害 思来想去 陈东最终还是决定以大局为重 于是便打电话把消息告诉了梁天佑跟田来运 并且让他们把这个消息通知到他们知道的所有在服用壮气单的人 果不其然 听到了陈东这个消息之后 梁天佑跟田来运都是感觉非常震惊 要知道 他们自己最近也吃了不少壮气单 因为感觉效果很不错 所以才会拿来点陈东当作礼物的 没想到 竟然会出了这种事情 梁天佑田来运 深感愧疚之余 更多的还是庆幸 幸亏他们认识陈东这样的高人 若不然 他们怕是吃药吃进了棺材里 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呢 挂了电话 陈东长长地叹了口气 刚才他从梁天佑跟田来运的口中得知 如今在淮城 乃至于整个州市的上层圈子里 都已经掀起了一股服用壮气单的热潮 就他们两个人的交际圈子里 服用过壮气单的人 就不在少数 如果按照这个比例来推算的话 整个州市上层圈子里 至少有六成以上的人 曾经服用过壮气单 这个人数 已经十分恐怖了 但从这一点就能看出 壮气单如今 究竟已经达到了何种火爆的程度 陈东已经叮嘱梁天佑跟田来运 让他们尽量地规劝一下所有认识的朋友 让他们尽量不要再服用壮气单了 至于那些人会不会听 那就没办法了 现在这也是陈东唯一能够做的了 又在于堂小屋里休息了一会儿之后 陈东便回了家 刚进门 就看到母亲许凤琴正在院子里忙活 一看到陈东 许凤琴就赶忙问道 东子 你今天还去城里不去了 咋了吗 有啥事吗 陈东问 许凤琴笑了笑 也没啥大事 就是小蝶的公牌 今天忘记带了 我寻思着你要是还去城里的话 就顺道给他烧上 要是不去的话也没关系 反正也不打紧 原来如此 陈东点了点头 随机说道 那行吧 妈你把公牌给我就行了 我等一下就要到城里去看看生意 刚好给小蝶烧过去 这整个暑假 陈小蝶都在红运当头那边勤工俭学 陈东最近一直都在忙活着黄金炸的事情 自从上次雷胜的事情之后 陈东也基本上没怎么去过红运当头 这次趁着机会 陈东也刚好去看看妹妹在那边工作的怎么样了 半晌午的时候 陈东拿上了陈小蝶的公牌 便直奔现成而去 等陈东到达红运当头的时候 刚好赶上饭店 饭店里的员工们正忙得不亦乐乎 陈东一眼就看了收银台后面的一个熟悉身影 正是陈小蝶 为了锻炼小蝶的工作能力 卢妙彤故意安排 让陈小蝶尽可能地体验每一个岗位的工作 最近 陈小蝶正在忙于体验收银台这个岗位 妹子 你们这还招人吗 陈东来到跟前 笑着说道 不好意思 我们这里 陈小蝶刚要回答 可当他抬头看到陈东的面容时 顿时喜出往外 哥 你怎么来了 我当然是来视察工作的呀 陈东笑道 怎么样 在这里干得还习惯吗 嗯 陈小蝶用力地点了点头 笑着说道 当然习惯 经理还有那些大哥大姐们 对我都很好 我可喜欢在这里工作了 我都跟他们说好了 等寒假的时候 我还要来这里干活 听到这话 陈东顿时有些哭笑不得 这丫头 工作上瘾了呀 这是 行吧 只要你喜欢就行 随后 陈东又想到了什么 问道 对了 你在这里工作 最近没再遇到什么麻烦吧 没有 陈小蝶摇了摇头 就算有一些小麻烦 我自己也都能解决的 而且还有大家帮我呢 哥 你就放心好了 陈东点了点头 对于这些话 陈东还是相信的 这红韵当头是 卢妙彤的地盘 卢妙彤是分得轻轻重的 在这里 要是真的有人敢找 陈小蝶麻烦 只怕卢妙彤 就算是破着门店不干 也肯定是要不遗余力地 保护陈小蝶周全的 因为 他在黄金栅那边获得的利益 可要比一个红韵当头 要多得多了 那就好 陈东随即把公牌 递给了陈小蝶 还有自己刚当在家里 亲自做好的黄金栅 你公牌往家里了 咱妈让我给你送过来 还有这些黄金栅 留着给你当零食吃 哥你真是太好了 谢谢哥 哈哈 陈小蝶今天早上起碗了 随便吃了点早餐就过来了 这会儿正好一点饿 陈东现在送了炸鸡过来 绝对就属于是雪中送炭了 好了 那我就不耽误你工作了 你先忙吧 哥先走了 陈东说吧 转身就要直接离去 还没等陈东走出店门 便听到身后的收银台那边 响起了一个声音 楼上888包厢 结账 虽然就只是一句再简单不过的话而已 可陈东在听到了这句话之后 却是忽然顿住了脚步 因为他听出 这个声音竟然是如此的熟悉 陈东确定 这个声音他绝对听到过 只是忘了是在什么地方 随后 陈东便转过身来 下一刻 当陈东看到收银台前站着的那个身影的长相时 顿时皱起了眉头 脸色也是瞬间阴沉了下来 眼前站着的这个身影不是别人 赫然竟是那个彩花大盗 景寻欢 说实话 一开始 陈东真的以为是自己看错了 毕竟 之前陈东可是亲眼看着景寻欢 被警方给抓走了的 而且按照当时景寻欢犯下的那些案子 哪怕不被判的死刑 至少也是无期的呀 不管怎么判 此刻对方也应该是在监狱里面才对 可是现在 对方不仅就这样堂而皇之地出现在了外面 而且还依旧如之前一般滋润 这怎么可能 可此刻 景寻欢就站在那里 铁一般的事实就摆在眼前 陈东就算是不愿意相信 也由不得他了 与此同时 收银抬钱 先生你好 您这边的消费金额 一共是58968元 我们这边可以给您打个折扣 您这边只需要支付58500元就可以了 陈小蝶脸上带着礼节性的笑容 声音轻柔地说道 陈小蝶之前就得到过经理的授权 如果顾客的消费金额足够巨大的话 可以适当地抹去零头 这也是陈小蝶身为收银人员的权利 在陈小蝶看来 这种方式 也的确是能够让顾客对门店产生一定的好感 只是眼前的锦循欢 在听到这话之后 却是不禁吃笑一声 不懈地说道 怎么 你觉得我像是那种缺钱的人吗 还用打折 啊 这个 陈小蝶一时说不出话来 他本来是一番好意 没想到 对方竟然毫不领情 自己可是 足足给对方便宜了好几百块钱呢 这么多钱 竟然都不稀罕 这在陈小蝶的认知当中 实在是让人无法理解 那 那好吧 那先生你就按料原价支付好了 陈小蝶说着 便要调出收款码 这时 锦循欢却已经拿出了手机 只不过 他并没有对着收款码 而是将摄像头 直接对准了面前的陈小蝶 我看他 扫哪来着 是扫脸 还是扫你这里呀 锦循欢先是将手机对着陈小蝶的脸 随后竟又是得寸进尺的 将手机对准了陈小蝶那微微怂起的胸口 陈小蝶吓了一跳 本能够用双手抱在了胸前遮挡 你 你干什么呀 陈小蝶惊呼 锦循欢却是嬉笑道 没干什么 就是想替你未来的老公咽咽货而已 锦循欢一边说着 一边欣赏着手机上刚刚拍下的照片 细血地说道 小妹妹 你这发育的可不怎么样啊 最多也就是个避兆被 我真是替你未来老公的幸福担心啊 依我看 你应该趁早多补充点蛋白质 以便你将来能够傲视群雄啊 刚好我这里蛋白质多的没地方扔 需不需要我借给你点啊 哈哈哈哈 听到锦循欢的话 陈小蝶顿时羞愤不已 一张翘脸一片通红 尽管锦循欢的话 他有很多都没听懂 不过他大概也知道 这些肯定都不是什么好话 最关键的是 对方的手机上还存着他的照片 一张是他面容的照片 另外一张 则是他的胸口的照片 陈小蝶还是有着一定的警觉性的 他知道这些照片若是被有心人利用的话 肯定是会给他带来很不好的影响 于是陈小蝶的脸色顿时沉了下来 先生请注意你的言辞 你的这些玩笑一点都不让觉得好笑 只会让人觉得无聊 还有你没有经过我的同意 就擅自拍下我的照片 已经侵犯了我的肖像权 请你立刻删除掉 要不然我可就要报警了 陈小蝶一正辞言 可却是把警寻欢给逗乐了 报警 哈哈哈哈 可以呀 不如你现在就打电话 看看有没有人敢管我呀 哈哈 你 陈小蝶愤怒不已 他本以为自己以报警作为要挟 对方就会知难而退的 结果没想到 对方竟然如此嚣张 连警方都不怕 这简直是太嚣张了 你快把照片给我删了 陈小蝶怒吓 他真是不知道 自己的照片落在这种猥琐男生的手里 会出现什么状况 此刻的他心急如焚 只希望对方能够尽快地把他的照片删除掉 然而 陈小蝶愤怒 静寻欢却是越觉得有趣 想要你的照片啊 那你过来拿呀 只要你能抢到手机 我马上就给你删了 怎么样啊 哈哈哈哈 来呀 快过来呀 哈哈哈哈 静寻欢不断地挥舞着手机 细耍着陈小蝶 看到这一幕 陈小蝶简直都快要气哭了 静寻欢却是越发觉得有趣 仍旧是不断地挥舞着手机 可就在这时 一个手掌忽然从身后伸了过来 二话不说 便将静寻欢的手机给一把夺去 不等静寻欢反应过来 便听咔嚓一声脆响 他那台最新款的苹果手机 便被身后的人一掌捏成了碎片 里面的零件巴搭巴搭地碎了一地 看到这一幕 静寻欢顿时狂怒不已 妈的 我看你是不想活了吧 信不信老子 静寻欢直接破口大骂 然而下一刻 当静寻欢看清面前 那个身影的长相时 整个人顿时如遭雷击一般 瞬间愣在了原地 是你 静寻欢看着面前的陈冬 满脸的不可思议 事实上 这段时间以来 静寻欢一直都在家里休养身体 今天还是第一次出门 因为身体恢复得差不多了 所以才出来庆祝一下的 身上的伤虽然好了 可静寻欢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那天 她被那个彪悍的乡野村民 一路脱行时 皮肤被石头地面磨得皮开肉绽时的痛苦 那种痛苦 注定一辈子都会给静寻欢 留下抹不去的阴影 只是静寻欢做梦都没想到 自己才第一次出门 竟然又再次跟那个 把她折磨成重伤的煞心 重新撞在了一起 这还真是冤家路窄了 而此时 陈冬看着面前的静寻欢 眼中则是杀意涌动 这个静寻欢 能够逃脱法律的制裁也就算了 如今非但没有半分收敛 反倒是还敢找麻烦找到小蝶的头上来了 这个混蛋 简直是 罪该万死 我看 不想活的是你才对 话音落 陈冬手中猛地一甩 陈冬手中的手机零件 瞬间变化作无数的暗器 静直地朝着静寻欢的面门袭去 看着那飞席而来的手机零件 静寻欢瞪大了双眼 眼神中满是惊恐 没错 回来了 那天晚上的那种恐惧感 又重新回来了 这一刻 静寻欢只感觉 仿佛是死神再次降临 他甚至都已经做好了迎接死亡的准备 可就在这时 身后一股巨大的抓力 却是忽然袭来 少爷小心 话音未落 静寻欢整个人 好似是深坠漩涡一般 整个人瞬间便被这股巨力向着一旁拽开 与此同时 那个身影手中一挥 一股真气便如同是一个巨大的菩萨一般横扫而出 呼 一阵静风扫过 那漫天袭来的手机零件 瞬间便如同飘摇的雨水一般 瞬间便被这股狂风直接吹散 哗啦哗啦掉落了一地 从沉冬出手 到此刻碎片坠落 这一切都只是发生在电光火石之间而已 这一切也的确是引起了不小的动静 引得周围众人纷纷侧目 只是 却也没有人真正地看清 刚才那一瞬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此时 沉冬看着眼前突然出现的这个身影时 也是不禁皱起了眉头 眼前站着的 是一个唐庄老者 年龄最少也过了七旬 可整个人看上去 却是龙惊虎猛 给人一种极具爆发力的感觉 惊气神 更是要比二三十岁的年轻人还要旺盛 沉冬一眼就看出 眼前这个唐庄老者的实力极深 甚至不在他之下 没错 眼前这个老者 正是屈焰武 之前徐洛威想要一枪避了锦寻欢 甚至都被屈焰武徒手接下了子弹 实力 可见一斑 此时 看到屈焰武出手 锦寻欢的脸上 顿时露出了欣喜的表情 底气也是瞬间足了起来 对于屈焰武的实力 锦寻欢可是十分了解的 在锦寻欢看来 只要有屈焰武在 这个姓陈的 就不可能动得了他分毫 甚至 他今天还能够报上次的一件之仇 直接让这个姓陈的毙命当场 屈了 干得漂亮 哈哈哈哈 锦寻欢得意大笑 屈焰武没有理会 而是一双目光 直直地看向了面前的陈东 冷声道 知道我们少爷是什么身份吗 敢对我们少爷动手 胆子不小啊 锦寻欢看到有屈焰武踢自己出头 也是越发地张狂起来 指着陈东叫嚣道 就是 姓陈的 想动我 你也要先问问屈老同不同意 陈东轻哼一声 冷声道 动你一个垃圾 我自己同意 就够了 话音未落 陈东一步踏出 直接便朝着锦寻欢袭去 锦寻欢瞬间大惊 他没想到 有屈焰武在场 陈东竟然还敢如此嚣张 屈老 救命 快拦住他 锦寻欢惊呼 事实上 不等锦寻欢开口 屈焰武便已经动身 第一时间便朝着陈东拦了上来 不得不说 屈焰武的动作着实够快 几乎瞬间便袭到了陈东跟前 只是 让屈焰武没想到的是 在他拦住的同时 陈东却是瞬间变换了身形 竟是以一种诡决的方式 从他的另外一边闪身而去 什么 屈焰武陡然一惊 他如今的修为已经深不可测 距离那传说中的神境 也就只有半步之遥而已 行走江湖多年以来 他几乎没有遇到过任何对手 更没有人能够在他的眼皮子底下 突破防守 可没想到 眼前这个年轻人竟然轻易做到 这完全出乎了屈焰武的意料 屈焰武没料到 景循欢更没料到 他照着有屈焰武的庇护 原本还在那里嚣张得意 有恃无恐的 结果下一秒却看到 陈东那个煞神 却已经来到了他的跟前 看着陈东眼中那汹涌的杀意 景循欢顿时吓得魂飞魄散 双腿发软 别 景循欢还想求饶 只可惜 陈东却是理都没理 直接一巴掌扇了过去 一声脆响如同鞭炮炸裂一般 响撤了整个饭店 景循欢只感觉自己仿佛是被一个巨大的铁锤侧面击中了一半 整个人瞬间朝着一旁飞了出去 景循欢的身体重重地砸在了一旁的饭桌之上 顿时捉倒一歪 摔了一地 等景循欢从地上爬起来 便看到他整张脸都被打得高高肿起 连下巴都脱了就 整个下颚无力地搭了着 连话都说不出来 新红的鲜血 更是顺着他的脸颊不断地流淌了下来 看上去正你该而有恐怖 我的妈呀 这也太狠了 周围众人看到眼前这一幕 都是忍不住地倒吸了一口凉气 惊叹不已 曲远五的脸色也是瞬间阴沉了下来 他想饱的人 结果眼前这个年轻人说打就打 这是根本就没把他当回事啊 那边景循欢指着沉冬愤怒的大叫 只可惜他的下巴脱了就 根本就发不出清楚的声音 曲远五无奈 指的是上前轻轻抬手 便将景循欢的下巴重新接上 景循欢吐出了一口唾沫 沾满了鲜血 随后 他才终于能够发出声音来 指着沉冬便发出了怒吼 屈老 就是他 之前就是他把我弄成重伤的 你一定要替我报仇 杀了他 替我杀了他呀 听到这话 曲远五的脸色不由得一变 原来如此 之前 曲远五被景循欢的爷爷 起来保护景循欢的时候 就被告知 景循欢不久前 刚刚被怀成当地的人 给打成了重伤 但是 曲远五还以为这些 不过只是无稽之谈而已 因为他 对于景家的能量 可是十分清楚的 哪怕是整个江南省 整个龙国 有能力又有胆量 动得了景家人的 也是少之又少的 更别说 再这样一个小小的怀城了 可是今日 在建设了眼前 这个年轻人的实力 跟手段之后 曲远五终于可以确定 这一切都是真的了 一个小小的县城 竟然还真的有人敢 以景家为敌 疯了 欲之后是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喜欢番茄故事的 你就点点订阅 爱番茄故事的 你就再点点赞